这次的地震大概全台几乎都有感 周三下午1点21分 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5.7地震 全台有感 各地最大震度台东成功4级 花莲宜兰新竹云林彰化都是3级 台北台中等地2级 高雄台南也有1级 全台各地都感受到明显晃动 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 那这个地震因为它的深度37.8公里 那基本上这全台我们所测到的 大概都有一级以上的震动 这次地震发生在花莲外海 花莲县政府东偏南方84.8公里处 规模5.7是今年发生最大的有感地震 今天这起地震也让不少民众 联想到去年2月发生的花莲大地震 刚好如果说各位联想到去年0206的花莲地震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在一个地震发生频繁的位置 就是说只是刚好一个桥而已 根据我们统计大概 大概70几个地震 大概都发生在这个位置 但是气象局不排除 未来两周还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发生 那目前如果我们看到这次主阵的话 我们不排除 大概在两周一定应该 还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会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